蔓延到大腿 患者日前到墾丁丸 右脚踝被蛇咬 当地医院误判是无毒蛇 只做伤口消毒 他回台中察觉不对 挂急诊 确认是剧毒的锁链蛇咬伤 但中部没有锁链蛇血清 注射两剂血清后患者情况才稳定 锁链蛇分布在花东跟南部 中部没有锁链蛇血清 这起事件后将会在中部配置 医师提醒被蛇咬到 先记下蛇的特征 不要太过度运动 让患者低于心脏 避免独一产生一个迅速回流的动作 大部分2到4小时之间 就会开始出现症状 被锁链蛇咬2到3小时后 会全身弥漫性出血 合并血液凝结 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这名患者体型高大 两个伤口一个较浅 独一入侵较慢 是活命关键 大爱新闻张国丹林欣宏 台中报道 晚婚又晚生小孩